迎接元宵 高雄燈會今天啟動 動起來的還有慈濟志工 每天派駐一百多名志工 在燈會的主要區域帶動環保 希望能減少燈會期間的垃圾量 垃圾不亂丟 環境深情有光 沿路喊著環保口號 高雄燈會期間慈濟志工都會像這樣 拿著環保標語 在高雄燈會的光榮珍愛碼頭 以及沿著河東路的五湖及中正路 四個主要區域 極力做宣導 從上午10點到下午4點 那4點在接班到晚上10點 就一天有兩個班次 那個班次是差不多 一個上午七十幾位 往年本來人潮就很多 那我們把握這個因緣 走出來來宣導環保接近人 更多人來參與了解環保 地球好子民 資源要分明 長達九天的燈會期間 每天都會有一百多名志工 分成白天晚上兩個班次 不厭其煩地穿梭人群 努力做環保回修跟如宿推廣 看到慈濟人如此用心 遊客都很認同 很感恩他們 因為有他們的努力 可以帶動大家 往好的方向去做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多吃點蔬菜或怎樣 其實提醒大家這樣還不錯 提醒大家一下 這樣還注意一下 不然大家過年大一道 這樣有點提醒的作用 是蠻不錯的 走入人群中宣導 雖然走得滿身大汗 不過高雄區慈濟人總動員 要藉由燈會期間 讓更多人了解環保的重要 重新認識慈濟 一同加入菩薩的行列 大愛新聞學妮 真日平高雄報導